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拉雄 俄军入侵乌克兰的1小时22分钟加849天 干掉俄军1060人,坦克14辆 装甲车35辆,火炮54本 防空作战系统两套,多港火箭炮系统一套 卡车47辆,特种设备10套 我们先看一下乌军取得的重大战果 1.斯托夫州亚素市的石油库在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 连续第三天还在燃烧 前天当地州长已经确认火势仍在持续 无法扑灭 昨天大俄的媒体报道称,问题仍然存在 油罐里的油依然无法排空 卫星图像证实了大俄 坦波夫州普拉托诺夫卡的一个石油库发生火灾 乌克兰昨天凌晨袭击了大俄的三座油库 无人机袭击了格拉斯诺达尔地区的阿非普斯基疗场 和阿迪格共和国的埃内姆油库 坦波夫地区的另一座疗场 也遭到至少三架无人机的袭击 三,大俄的罪行 大俄占领者首次在哈尔科夫地区使用重达三吨多的FAB3000航空炸弹 大俄此次北炮之行可以说是刷满了存在感 大俄与炮菜哥签订了所谓战略伙伴关系协议 令炮菜哥有点气血上头 炮菜哥更是急不可耐的对外宣布了协议的全部内容 一旦其中一个国家受到侵略 立即提供护助 二,沃斯科和平壤承诺不予第三国签订可能威胁两国主权和安全的协议 三,大俄联邦和北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将建立一个系统 通过该系统采取措施加强防御 防止战争和确保和平 四,北炮与大俄寻求增加双边贸易额 为经济合作创造有利条件 两国加强大众媒体领域的合作 打击虚假信息和信息挑衅 六,大俄联邦与北炮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协议 具有诬陷期的兴致 之后北炮哥还送了大俄一块很好看的石碑 这里我意义非凡的 送到了世界很多常桌者的心坎里了 北炮不愧为是常桌者的天花板 从协议的内容上看 其核心内容无非就是为一个要粮 一个要淡找个借口而已 下面不妨与大家一起探讨这份协议 究竟意义或作用何在 一,关于受侵略 无论是大俄也好 炮菜俄也罢 对于所谓的受到侵略 在他们心目中是最为清楚不过了 别人对于这家哥俩都是避之不及 惊人远之 侵略一词更是窝迹着他 自从芬兰加入北约后 大俄家与芬兰1340公里的边界线 昼夜不设防 把所有的防御力量 统统的都运到乌克兰前线 此时倒是忙坏了芬兰 一边要架设防护网 一边还要防着大俄家的非法移民 和间谍的破坏活动 炮菜哥这边情况更是世外桃源 就算你是整份免费大赠送 南炮也嫌弃没有地方放置 侵略这个词 与大俄等家整天挂嘴唇 皮的狼来了如出一辙 都是为了转移国内的矛盾而专门设立 关于协议的可靠性远的不说 就说最近这些年 俄语乌俄语基安组织签订的所谓的安全协议 又有哪一份不是水中花镜中月呀 在这里啊 大家耳出能详的不达佩斯备忘录 就不必多说了吧 这份协议啊 可是在全世界的见证下签订的 且得到全世界的公认吧 在这份协议中 俄罗斯是担保人的一方啊 但又能怎么样啊 他不但不保护你 而且还亲自的侵略你 协议对于俄罗斯来讲 就是一纸通文的废纸而已 甚至连张册纸都不如 下面再来说一说 基安组织的安全协议 基安组织成员国 包括俄罗斯 白俄罗斯 哈萨克斯塔 吉尔吉斯斯塔 塔吉克斯塔 和亚马尼亚 都是一些苏系洛国 基安组织全称 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是一个区域性的军事同盟 旨在维护成员国的安全与稳定 该组织的前身是 1992年签署的 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 后在2002年经过改革 成为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你以为这么多个国家 一起抱团取暖 就可以安整无忧了吗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就拿最近的亚马尼亚来说 正是因为这个基安组织 给这个国家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烦恼 在阿塞拜疆大军进入亚马尼亚时 亚马尼亚强烈的要求大俄 启动基安组织的安全协议 且当时还有大量的俄军部署在亚马尼亚境内 后面正如大家所见到的 是俄军不但一枪被发 还被阿塞拜疆干倒了不少 而大俄则连个皮都没有放出一个来 搞到最后俄军自治 没趣了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 灰溜溜的夹着尾巴脚底抹油了 所以亚马尼亚总理 帕西尼亚下定决心 要脱离大俄的魔爪 坚定的倒向西边 停止与俄的一切支付业务等老来往 三 狗不叫 叫的狗不咬人 但凡长桌子的村 所谓的抱团取暖 又对外宣称这项或那项协定 你都放心大胆的 让他们乱叫就是了 他们叫的越欢 起的作用就越小 如果再来个什么对外宣布 那就可以断定了这个协议的作用 基本上为零 下面大家不妨看一看大哥 与泡菜哥的所谓的谈判 其实他俩都是心知肚明的 无非就是你糊弄我 我糊弄你 如果那一天他们不叫了 在桌子底下使暗劲时 或许此时才是令人感到最不安 正所谓是咬人的狗不叫 叫的狗不咬人 四 东边太阳西边雨 从大鹅这段时间对外窜访的几个地方 大家一目了然了 大鹅在西边已经是过街老鼠了 不待见那都是小事 还要担心被绳 就连原来的小跟班亚米亚都发出强音 只要布卡申科在位一天都不会踏入白鹅半步 对大鹅也不待见 大鹅再怎么说 也是个大村的首领 既然在西边找不到存在感 而到非洲又要被绳 那就往东边找一找失落的灵魂 所以救了大鹅等北炮越南撞了一大圈 本想找个心灵慰藉 但却在市面前丢尽了人 大鹅在越南的收成 在访问越南的前一天 大鹅刚与北炮签署了一项防御协议 该协议已经遭到包括南炮在内的乌克兰盟友的强烈的批评 大鹅昨天在越南的明面上的收成是 大鹅家与越南交换了包括石油和电热器在内的11项协议 关键词是交换 究竟越南与大鹅家有多大的合作空间呢 大家不妨接着往下看 接着目前 俄罗斯对越投资有效期项目累计达123个 协议投资总额于9.32亿美元 在对越投资130个国家和地区中 排名第24 越南对俄投资项目存量为29亿美元 23个项目涉及石油开采 电信购物中心农业 奶牛养殖和乳制品加工等领域 美国才是越南最大的出口市场 欧盟去年与河内征集了外交关系 两者都对越南接待大鹅的决定 提出了批评 美国大使馆发表声明称 任何国家都不应为大鹅提供 推动起对乌韩战争的平台 越南能让大鹅到此一游 也许是无奈之取 或纯粹是给大鹅一个刷存在感的机会 但如果越南真的倒向大鹅的这一边 它也是咎由自取 刚吃了一天的饱饭 就被大鹅等拉回到了从前 大鹅 大鹅等真是害人不浅 但凡被他侵入了灵魂 可谓是一招中毒 终生残废 狗皮膏药 真烦人 一旦被他沾上了 你真是挑进黄河也写不清 六 你有张良记 我有过墙梯 既然你北炮早已经与南炮画清楚了 互不隶属的关系 不想在分界线上玩了 那就各自找个地方 对各自的家伙事进行一次终极的对抗赛 你北炮可以把家伙事运送到大鹅甲 我南炮也可以把家伙事提供给乌克兰 接下来就看谁家的家伙事更强了 在这里套用一句广告语 弹弹技术哪家强 俄乌战争找俩韩 韩联社报道 南韩开始考虑向乌克兰供应新的武器 新是关键词 也就是说以前是提供了一些弹弹补充美国的扣存 这次如果北炮再送弹弹给大鹅 南炮就直接把刚下的弹弹提供给乌克兰 正此为是你有张良记 我有过提墙 其道高一尺莫高一丈 大鹅访问北炮后 美国增加了在亚洲地区的战略力量 美国军方印太司令部周四表示 一组B1B枪击兵H轰炸机已被派往了美国西太平洋的关岛基地 正如美国军方报纸《星条旗报》所写 美国海军里根号H动力航空母舰和罗巴斯莫尔斯号飞弹驱逐舰 几乎同时抵达关岛 这是两年来首次 正可谓是你方唱罢我登场 道高一尺莫高一丈 总结一下那就是精子 高兴过早也过头了 大鹅又北炮签证的协议的莫之未干 美国这边就先下手围墙 一美国把核轰炸机移进到了关岛 二韩国宣布将直接援助武器给乌克兰 三罗马尼亚宣布将送给乌克兰一个爱国者系统 美国宣布乌克兰优先 所有现有订单上的爱国者和防空导弹先给乌克兰 直到满足乌克兰的需要 另外 白宫宣布乌克兰可以使用美国武器 打击大俄境内的任何地方 准备袭击乌克兰的俄军 六美国参议员提出协议 认定大俄是支持恐怖主义国家 七 法国国防公司宣布 在乌克兰开设分公司 生产通信设备 电子战及防空设备 与乌克兰一起研发攻击无人机 这一对快乐冤家大概始料未及 高兴过早也过了头了 八 磨刀霍霍像猪羊 美国国务卿早些时候宣布的新计划 预计 将乌克兰国防工业投资20亿美元 B 法国国防公司泰雷斯宣布 将在乌克兰开发开设分公司 签署了三项协议 包括如下 一 创建一家供应通信设备 雷达 电子战和防空系统的企业 二 乌克兰军队 电子战系统的维护和培训 三 与一家乌克兰军方合作 开发攻击无人机 C 为满足西方国家对武器日益增长的需求 北约盟国正在加大武器 弹药和导弹的生产 以供应乌克兰并补充自己的扩存 北欧军工禁旅 挪威制导商 康斯伯格集团开设了一家新的导弹工厂 D 土耳其制造的RTS-40自动40毫米榴弹发射器和RS-40手持是6发40毫米榴弹发射器 以移交给乌克兰武装部队 其 再简单说一下各战场的战况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谢尔斯基参观了正在进行动员人员训练基地的培训中心 谢尔斯基在脸书上写道 我们采取全面的方法来保护军事人员的生命和健康 现在最严峻的就是哈尔科夫方向 在大俄给哈尔科夫北部的攻势时 武装部队重新夺回了沃夫昌斯克以东的提克村 并在哈尔科夫市的东北部边境附近 将大俄军队的纵身推进 武装部队是第36海部旅清理并夺回沃夫昌斯克东义的阵地 多名九盲子被击毙了 十 瑞士和平公报得到了85个国家和组织的支持 瑞士政府新闻处报道称 赞米亚已加入全球和平峰会最终公报 早些时候美洲国家组织以及安提瓜和巴布达也加入了该公报 因此他得到了85个国家和组织的支持 据郑克报道称 所有32个北约国家都同意旅特竞选北约秘书长一职 新闻书长的任职将于7月在黄盛顿举行的峰会上进行 比日时轮职主席国表示 欧盟大使已就针对大俄的第14项制裁方案达成一致 新的限制包括禁止在欧洲港口转运大俄 液化天然气和运输大俄使用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吧 为正义发声实属不易 喜欢大俄视频的老铁们请随意给个赞赏 你们鼓励是我最大的动力